早洗到一半房车里竟然没水了 我这回住的可是收费的银子 虽说只要10块钱一天 但是这水管子和我的套筒一样粗 你是故意的吧 为了把早洗完 我是卯足了净总算把管子接上了 但是这一开水闸差点刺我一身 这也不行啊 这么大场地还能没个水龙头吗 找了几分钟竟然意外发现一根水管 有希望了 沿着水管我就往前走 这收了费的银地还能加不上水吗 要不说这银地老板也是个奇葩 水管的尽头竟然还真是个尽头 抱着薅羊毛的态度研究了一会儿 这根管子似乎可以套进刚才的出水口里 找旁边看管子的大爷标了一会儿英文 大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管子借给我了 这么长的管子全部拖回去是不可能的 很轻松地拆了一段下来 拖着管子我就赶紧跑 生怕刚才的大爷反悔不借给我了 这回总算顺利把管子接上 为了防止它再次崩开 我又给它加固了一下 房车旅行还真不是想象中那么轻松 每天都在和生活都知都有 加完水还得把管子给大爷送回去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一切搞定 回车里继续把刚才没洗完的早洗了